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完成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特性 将是单位构有五种状态 分别为攻击 常规 受伤 重伤 爬行 五种状态的主要差异是移动速度和一些相关动画效果 不同状态的移动 每种状态的移动速度不同 并且有各自对应的动画效果 常规状态下是中等速度移动 一旦开始攻击 则会进入攻击状态 攻击状态下会加快移动速度 但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 受伤状态下 移动速度会比常规状态慢 移动动画也会有相应变化 受伤状态下也可以获得攻击状态的加速效果 重伤状态的移动速度更慢 不过还是能通过进入攻击状态获得一些加速 爬行状态下则无法再获得攻击状态的加速效果 受打击硬直 被僵尸单位加入了受打击硬直效果 当受到的单次攻击超过一定的伤害量时 僵尸会出现受打击硬直效果 硬直时间分为三级 单侧伤害量越高 硬直时间越长 不同状态下的受打击动画效果 复活效果 将是被常规武器击杀后 并不会真正死亡 在一定时间之后 回再次复活 不同的被击杀和复活效果 特殊击杀效果 被特殊武器击杀的僵尸将无法复活 休眠效果 为了实现某些地图场景的布置 为每种僵尸制作了多种休眠状态 当有敌方单位靠近时 僵尸会从休眠状态中苏醒 攻击方式 现在的开发计划是为不同兵种的僵尸 射击不同的攻击方式 攻击方式尽量辅合原兵种的等级和特性 其他类型的僵尸还在开发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nitvvv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